那么从俄乌冲突将近一年来 这一次美国总统拜登20号 首次到访了乌克兰 在基辅逗留大约是五个小时之后就离开 美方官员透露了 这一次的访问是经过了数个月的精心筹备 美国媒体也报道 拜登出发之前 美国与俄罗斯也进行了沟通 要确保不会发生冲突 防止双方误判 俄方就指拜登在抵达基辅之前 获得了安全保障 拜登在事前无功不下突然到访基辅 并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引起全球关注 美媒随后对形成细节进行了更多披露 称拜登是在美国东部时间19号凌晨 在夜幕掩护下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 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 拜登没有乘坐外访 通常使用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 而是改成空军C32军机 并且还使用了特殊的航空呼号 拜登的飞机在德国加油后 飞到波兰热舒服 直到当地时间20号上午 乘货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后 拜登才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据悉拜登此次随行人员相对较少 包括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副幕僚长迪龙和私人助理托马西尼 机上的随行记者也只有两人 并且不允许自行携带电子设备 直到拜登抵达前不久 少数驻乌克兰的记者才收到通知 而拜登在基辅期间 美军一直高度警戒 包括出动E3预警机和RCE35W电子侦察机等 在波兰领空监视基辅 美国白宫通信联络办公室主任 贝丁菲尔德表示 美国总统对军事行动白热化地区进行访问 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事件 而且美国在乌克兰没有军事存在 与美国总统此前访问阿富汗不同 这次访问的准备工作难度更大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芬娜就表示 拜登此行经过白宫 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历时数个月的精心筹备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 美国在拜登启程前已通知了俄方 拜登将前往基辅 以防止出现可能导致两个核大国直接对抗的误判情况 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在社交平台发文称 拜登在自己的安全预先得到保障后 终于前往基辅 富凰卫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增设计划